过去几个月拜纳姆一直在坚持训练,身形也保持得不错,别忘了拜纳姆是NBA史上参加选秀年龄最小的球员,首次登场时才刚刚过了18岁的生日。 所以在NBA打了9个赛季,又复闲了4个赛季后,拜纳姆今年也不过30岁,是普通球员正值当打的年纪,年龄对他来说不是问题,问题是他不在的这些年联盟,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传统地位大哥不在吃香,空间形四号位和五号位遍地开花。 不过从训练视频上看,拜纳姆也懂得紧跟当今NBA潮流趋势,练出了一手三分球,有湖顶连续命中多击三分的画面。 虽然训练和比赛不可同日而语,但至少可以证明拜纳姆在尝试融入现代比赛,加上他天生的脚步和后天习得的全面进攻手段,是一支球队做个内线。 第二第三季度问题不大,至于他能否最终获得青睐,就要看他是否有痛改嫌妃的决心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